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这个星期开始的《千里灭艺》《赵少昂与陈奇师生对话》 《赵少昂与陈奇师生对话》《赵少昂与陈奇师生对话》 《赵少昂与陈奇师生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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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少昂的陈奇师生对话》 직的品牌是居住在这里 当时他们去到陈奇医师家 下去这些画 收治好 检查好 然后棄置桑 放入一个很好的箱 然后 Race ridge 運去香港 因此疫情的关系 已经回转了一段时间 我们本来很想等着陈奇的家人 他们可以来到香港一起参与 然後我們才開這個展覽 但是很可惜疫情輾轉都拖了兩年有多的時間 我們最後還是決定要開這個展覽了 所以今天我就借這個機會 我再一次很鄭重和很衷心地多謝 在馬來西亞的陳其先生他們的家人 之後這個錄影片段 我們都會送給他們 我希望大家一起給我熱烈的掌聲 多謝他們 好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我們今天的講座活動了 我剛才不斷說這個展覽很別開生面 為什麼呢? 首先這批作品很特別就是一批功課 為什麼會有一批這樣的畫的雜作呢? 還有我們這次會把趙少昂先生的作品 趙少昂教授的作品和陳其先生的作品 盡量我們可以找到可以一對一對的 是放在一起給大家看到那個承傳關係和那個學習的關係 這件事是很難得的 還有還有一件更加難得的事就是 因為在這些畫稿上面 在這些作品、雜作上面 趙少昂老師是很細心地寫了很多筆記在上面 這些是很難得的 其實這麼說 這麼多年來 我們都沒見過有其他趙少昂老師的筆記在坊間流傳 這個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而且是千里迢迢在馬來西亞那邊 陳其先生是保存了一生的時間 然後到他過世之後 他家人把這麼美好的一個藏品給我們文化博物館 亦都可以被益到不單止香港的觀眾 如果有其他嶺南派的愛好者 或者他們的弟子 將來有機會來到我們的館 他們都可以看到這個這麼有意義的展覽 好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趙少昂先生 他那個從藝的歷程 我們說嶺南派 很多人都耳熟能詳 或者都聽過很多次了 在嶺南派裏面我們會說 他們的開山鼻祖 高健庫、高祈豐和陳樹仁 三位的 高健庫、高祈豐兩位是兩兄弟 弟弟高祈豐 他在廣州的時候 他設立了一個叫美學館的一個 教畫畫的地方 後來他在他自己住的地方 天鋒樓 經常都跟一群很親近的弟子 經常切磋 這群弟子我們經常稱為天鋒七子 有七位的弟子經常在他身邊 當中我們在這張很有歷史價值的照片裡 我們看到了 這位是高祈豐先生 這位是年輕時候的趙少昂先生 你會看到 領南派是近現代以來 中國第一個繪畫的流派 是很打正旗號說 他們要改革國畫 國畫要有一個現代化 而由高祈豐、高健庫先生 他們承傳下來 到趙少昂先生這一代 他們都是堅持這個目標 而趙少昂先生的教學理念 都是繼續想把這個目標堅持下去 而形成了領南一個很獨特的風格 好 我們看看 趙少昂先生其實在三十年代 已經在廣州那裡 開始他的領南藝院去教學了 很早他的天才 他的畫藝 已經受到當時藝壇的一個好評 包括了上一輩我們會看到的 徐悲鴻先生、張大千先生 他們都不約而同 稱讚趙少昂先生 他的畫藝很出眾 亦都說他是南方畫壇 特別是花鳥畫上面 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們會看到1948年 趙少昂先生來到香港之後 他就定居下來 然後很快他也都再重新開展 他的領南藝院一直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他可以說一輩子沒有放棄過教育事業 這個也是秉承了老師高祈豐先生的一個為之 而且更加有意義的是 趙少昂先生在他來到香港沒多久之後 就開始他一個去到世界各地 在不同的地方去展覽、推廣領南藝術 而很多當年他的弟子 是移民了去海外 也都幫助推動了領南畫派 在不同的地方開花結果 可以這麼說 二十世紀中國句話流派裡面 有哪一個是無縣弗界的呢 不用想 一定是領南畫派的 剛才也說過了 因為趙少昂先生 他很早的時候已經去不同的地方做展覽 特別是1952年 他在東南亞做了一次巡迴展覽 由新加坡開始 然後一路上馬來西亞 一路去到賓城、怡保那邊 然後再回到新加坡 再做另一次的展覽 這一次展覽 令到趙少昂先生的聲明 在馬來西亞 可以說是無縣弗界 聲明著起 而當時的報章 是大肆報導了 他這一次的行程 和不同的展覽 而當時也受到 東南亞的華僑極力推崇 每一次展覽都是萬人空巷 還有很多人馬上想搶購畫 他畫不及 回來之後 還會再畫一些 透過一些朋友 寄過去東南亞那邊 給買主 可想而知是多受歡迎 亦都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所以在東南亞那邊 年輕一輩的藝術家 對趙少昂先生的作品 都是非常景仰的 所以亦都因這樣的緣故 亦都播下了一個種子 為何會有陳其先生 去跟他學畫這件事 其實陳其先生 在他再三之年 是未見過趙少昂老師的 趙少昂先生也未見過他 大家好像以前的時代 是好像不友一樣 這樣去學習的 所以當你看到 一會兒 一定要上去看看 當你看到陳其先生的畫作的時候 你會很驚訝 透過這樣搖距學習 他可以達到這樣的水準 你會驚嘆的 我們這裡也看到的資料 就是當時趙少昂先生 除了他在香港 在嶺南藝院正式上去 跟他學習的售課同學之外 他亦都有一個單章 是說如何給一些 在海外而有志於學的朋友 去學習 透過這個涵壽課程的方式 去教授一些在海外的學生 這些都是很珍貴的資料 趙少昂先生 除了他本身 就是教學 和自己畫畫 搞了很多展覽 去世界各地講學 推廣藝術之外 其實去到1995年的時候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當時我們文化博物館 都未出現 但在籌備的過程裏面 趙少昂先生 他很重要的一批藏品 他是決定捐贈給當時還未落成的文化博物館 只是有一個構思 他已經有這樣的宏願 其實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有很多作品 其實他平身一直存在 你會看到 其實如果有機會看回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報章 你會看到 有很多作品當年在不同的場合 在不同的國家剪出過 他是有心留住這些作品 他沒有賣出去 留到1995年的時候 有很多很重要的作品 一會兒你們也有機會看到一些 是捐贈成為我們香港文化博物館的永久收藏 當年謝焕堂館長 也是有份幫忙去收這些作品回來 做一些編錄、整理的工作 或者我一會兒會請謝焕堂館長說一說 當時他也有機會見過趙老師 那我就很可惜了 我進來這間館工作 比較後期我也沒有機會能夠接觸到 在工作上面沒有辦法接觸到趙老師 也很高興今天我們會請賀鳳蓮博士 他會說一下 因為賀鳳蓮博士當年在整個捐贈 趙小黃老師的捐贈過程裡面 他是幫助了很大的忙 那或者我先請兩位去分享一下 或者我先請請鄭館長 謝謝Raymond 其實這個講座主要是想請何博士說一下 如何可以將這麼重要的捐贈帶到香港 不過因為擔心觀眾都未必對趙老師有充足的了解 以及對於香港文化博物館為何會成立趙小黃的藝術館展廳 也未必一定清楚 所以我先在這裡補充一點 在1994年的時候 趙老師就把剛才Raymond說的那批捐贈 捐贈給博物館 當時博物館未建好 那為何會有這個博物館的出現呢? 當時的香港政府已經有一個市政局 但是因為新界方面 很多市民已經簽了進去 隨著社會發展 希望在新界的地方 在文娛康樂、設施方面 或者衛生環境方面 就有效地去管理和提高服務 所以就成立多一個市政局 叫做區域市政局 正式成立的時候是1986年的4月來的 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區域 即區域是做些什麼的 在它下面就有一些專責的事務小組 其中有一個事務小組 就是專門看著這個區域 我們當時叫區域的文化博物館 那麼區域文化博物館 是一個專門的 即是一個綜合型的博物館 在當時的總管長 嚴瑞賢先生 他的構思是希望裡面 有粵劇、本地的文化、新界的歷史 也有藝術那方面 以及有中國文物 在嚴先生做這個館的時候 他籌備當時也在想 裡面有一些藝術的元素 那怎樣做法好呢 我記得當時的區域局 有很多議員都給了很多意見 其中一位就是賀文匯博士 賀博士一直看著這個文化博物館的興建發展 因緣制會 當時趙老師已經是萬年了 他想把自己的收藏的畫作 能夠好好地分配 當時做了三個重要的捐贈 一個捐贈到美國 三藩市 另一部分捐贈到廣州藝博物館 另一個捐贈到香港文化博物館 老師很重視這批畫 一直都放在自己的收藏裡 一直都沒有賣出去 為甚麼呢 就是他希望自己的畫 能夠在好的地方 讓更多喜歡藝術的人看到 以及推動中國的藝術 這個文化博物館的建立 其實在1998年 建築物已經出現了 但真的要開幕去到2000年 老師就因為過世了 也沒有機會見到他正式開幕 不過在他過世之前 我們收了很多他的捐贈 還有他的家人 也隆隆隆隆隆有展報 寫生稿 他的畫作 他的詩 還有一些展報 舊的照片 都捐贈到文化博物館 令到文化博物館 就變成了一個研究趙老師 再加上其他那兩間博物館 是一個很好的完整的保存 趙老師的藝術 令蘭派的藝術 在這裏也很感謝趙老師的家人 也很感謝何博士 為什麼呢? 那個室捐贈的時候 其實我參與在裡面 也沒有什麼人可以幫我 那就是何博士 他一直帶著我去 如何接觸趙老師的家人 還有為什麼可以收到 那麼多的物件 還有譬如現在看到的畫室 那些原物都可以收到回來 都是得到何博士的幫助的 那麼之後呢 我也知道文化博物館 做了很多展覽 現在計算起來 都可能有超過二十個專題展覽 那麼一路何博士都指導我們 給他很多建議我們 那麼很多時候呢 我們能夠做成一些展覽 都是由何博士幫忙 那麼當然還有他的家人 也都很大力支持 其他令蘭派老師的弟子 也都給了好意見 令到我們做了很多工作 那麼順便 多謝各位 多謝唐幫我們說了一個很好的緣起 那我或者何博士都準備了一些照片 以及會跟我們都說一下 即是當時他怎樣去參與這個工作 剛才鄭館長說的 就是在這裏 你看到彈頸的位置 很可惜 嚴先生已經離開了我們 不過當時他的貢獻 我們還可以在這裏 今天還可以看到他的貢獻所在 好 那麼我把時間交給何博士 你又可以看看 怎樣跟他分享 講回老師平時上課 有時跟我們說 他講到奇豐先生那些畫 他本來就是想要捐去 去世界各地的博物館 後來不知因爲什麽事 那些畫就失散了 所以老師跟我們說起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覺得他是很不舒服的 到他自己 他其實也是很有心 想把那些畫捐出去 他要捐出去的畫 不是普通的畫 剛才你也聽了兩位館長說 是很精心製作的 和流下來 和去過很多地方展覽過的 和出過畫策的 我們叫這些畫 叫全世之作 即不是普通的作品 是非常珍貴的 他拿了這些作品 其實他也很想捐出去的 第一批就捐到美國三藩市 亞洲藝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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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你聽了館長說 即是代表香港的文化 譬如他說 你有朋友在別處來 你會帶他去看一個芭蕾舞劇 因為帶他去看粵劇 所以他的粵劇館做得很出色 然後他跟我說老師 他說我是讀歷史的 他說找一個畫家 最喜歡代表香港 有這樣的名望 有這麼多的追蹤者 他就覺得應該是趙老師 所以他用了很多 即是現在有一個本 你們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即是我覺得嚴先生 是用了很多方法 去引起趙老師的注意 我們是會很喜歡這些你的藝術 我們是會怎樣做 所以他在未捐畫之前 老師的一些畫都開過一個畫戰 剛才你看的那張畫 在桌面那裡 是有一本catalog 就是他第一次 即不是捐畫的那些 他帶到桌面那裡 帶給老師看的 之後他就很積極地展開它 怎樣可以得到老師捐贈的東西 後來老師就答應了捐贈了 至於那個博物館 他用什麼方法去擺老師的東西 這些就不是我們做的了 那麼我們 即是我和老師 或者和家人 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拿些什麼出來給別人看 這些東西是最喜歡代表老師的藝術 是代表嶺南派的藝術 其實什麼叫靈藍派呢 到現在都要爭取得很久 那麼變了來講 因為我就是曼年幫老師 即老師的曼年外邊的展覽 很多時候他都交給我做的 就是選什麼畫 帶一些畫去 那麼變了來講 我就很熟悉他什麼 就是他心裏面 什麼才是 足以代表他的畫 那麼我就選了 剛才你們看的那裡 其實呢 再講老師全世之作 不是你們想像那麼多 所以真的很矜貴 那麼我 除了那些細膚的賊葉之外 就選擇這些大張 即是說是很有老師畫風的特色 還有老師畫風的特色 就是叫做嶺南派的特色 那麼來到是選了這裡這幾張 有一張老虎 老師對老虎 寫老虎有心得 他甚至在雜誌那裡 是寫了長文 是介紹怎樣寫老虎的 那麼 另外呢 第二張就是寫鴛鴦 一般的人寫鴛鴦 就在水裡游 但是它是別開生命 它寫鴛鴦在綠地 在草堆那裡 這樣來活動的 那麼跟著就是那個孔雀 那老師全世的孔雀 常常只有兩張而已 一張就是銅花孔翠 另外就是這個雙光素魚 我自己選擇我喜歡 我比較喜歡這張 因為是它用的粉 你沒有看到別人可以用白粉 用得這麼漂亮的 相當有特別的技巧 還有後面的抹骨那些葉 寫得是很漂亮的 襯起那張畫 又清雅又高貴 跟著就是白鴨 老師少郎說 老師少郎很多時候寫白鴨 他說寫白鴨 我們寧南派最拿手的 但是這張白鴨是很特別的 是它那三隻白鴨的佈局 是很有大家的一種交流 是一種動感 還有配那個樓 那個樓配起來 整張畫 就是說你去到大自然 你就會有機會看到這些景象了 然後兩張都是我自己喜歡的 選擇我自己喜歡的 就是這個 《迷蒙月色滿橫堂》 寫河花 一直中國話寫河花 都很多人寫 到現在都很多人寫 老師學生都很多人寫 但是能夠把一張河花寫到 好像一種山水的境界 就幾乎沒有人這樣做 所以這張畫是很獨特的 然後寫這個風景 山水 《雷鋒直照》 老師很喜歡寫《夕陽》 他說他經常去看《夕陽》的變化 他說當時在香港去華人 書院的游泳池 晚上游泳 他游完水就坐在那裡看《夕陽》 這個雷鋒塔 他寫到那種荒涼的境界 是很特別的 還有他那個建築物 那種細緻、那種拓落 也是很少人寫的 這張畫就適合我們中國話說 《殘山淨水》的境界 不是寫到那麼完美的 那些樓台、那些景致 所以這張畫 我也覺得是很有特色的 這次是《芭蕉》 《芭蕉》的聯瓶 這些不用說了 都是那些社生功力 你才可以造成 一張聯瓶這麼大的畫 那就是 我選這幾張畫 就是老師都沒有什麼意義 不過選完之後 他就提我一句 他說你選了我的好東西 你跟他們說 好好的對待這批畫 那如果他還在 他知道的博物館 是真的好好地對待 他所捐贈的作品 我們真的要很感謝何博士 也要很感謝趙少昂老師 肯這麼捨得 將一批這麼好的作品捐出來 這一張作品很有意思 1962年 當大會堂第一個展覽 第一位在大會堂做展覽的藝術家 就是趙少昂老師 他當時是展出了這一張花招的 另外剛才我們看過 這裏白露和老虎 在這次我們的展覽裏面 我們都是拿出來給大家欣賞的 講完趙老師 那我又講回陳其先生的故事 陳其先生他其實很小 他都是廣東人 大家都是廣東人 很小時候他就跟家人移居去馬來西亞 沙拉穴或者沙魯穴的古駿市那裏 很年輕的時候 是從先學畫西畫開始的 畫碳想畫 然後就自己喜歡畫 就是油畫、水彩 很寫實的作品 你看到如果你是很眼力的 或者你一會兒上去看展覽 你可以瞄一下在這張舊的照片裏 你看到他畫的風景畫 都很有印象派的味道 他當時很醉心於藝術 1956年他已經在當地 一個叫古俊美術協會 加入了成為會員 但其實他一直心裏 他本身學西畫 但他心裏其實很想學國畫 但是虎毛在當地應該沒有一些好的國外老師 當然他也很想的 他見得到的 當時在東南亞的名氣很大的 應該是趙老師 在1958年一個機緣巧合的情況之下 凡事都有很多傳奇在 有一位當時香港的藝術家 叫阿珍 旁邊這位男士的展部 你看到 他很神奇地去到沙撲越古晉市 他開了一個展覽 陳其先生去看這個展覽 他客延發現 畫上面的題字 以及他出的那本畫集的題字 是趙師王老師提的 他就求這位畫家 你可不可以給趙師王老師聯絡我 我真的很羊毛趙老師 就是因為這樣的機緣 他聯絡趙老師 而適逢其會 當時趙老師是有一個 涵秀課程的 他就順理成章 就報讀了這個涵秀課程 就開始了連續四年時間 一般涵秀課程是三年完成的 為什麼他用了四年呢? 不是因為他懶 是因為他由1958年開始參與涵秀課程 但是1960年的時候 趙老師有一年的時間 差不多都不在香港 去了美國那邊做展覽和講學 他的課程在那段時間 暫時 好像我們因為COVID 就要停課了 所以到了1961年 他終於完成了三年的課程 然後拿到旁邊這一張畢業證書 其實當年你看到 在古晉當地的報章上面 其實陳其先生 他都寫過文章去講 他對國畫和對嶺南派的看法 可以看到 嶺南派是一個參用西洋美術理畫理 然後配合中國畫陸法的技法 創造一種充滿生命力 和對大自然的美表露無畏的偉大作品 他完全點出了嶺南派的特色 我們也是貫徹由趙雪洪老師 由他的老師 高麒豐國一代 盛繼下來的 折衝中外 融匯古今 這就是嶺南派的一個 可以說開宗立派的一個基礎 和一個好像盆石那樣的金石良言 或者是他們的目標 奮鬥的目標 我們可以從這裡也看到 那當時他們怎樣去學畫畫呢 其實就是每次趙老師會寄一些畫過去 然後他跟著畫稿 趙老師可能給他一些提示 然後就畫了 你想像一下 其他同學要每個星期去上課 看著趙老師怎樣畫 然後才學到 陳其先生會怎樣 好像你們看武俠小說一樣 拿著一本不會動的拳譜 看著那幾個頂上的掌印 就學如來神掌了 但是你上去看到陳其先生的作品的時候 你會很佩服他 這樣都可以學到這麼出色 我相信也是因為他學得這麼出色 所以趙老師也是很用心 在他很多張作品上 趙老師寫了很多筆記 提點他應該怎樣做呢 步驟是怎樣呢 很概括 很握要 但是很關鍵 可以說其實本身這些畫稿 就是一本秘笈 而且還有很多時候 有些表達不到的東西 趙老師會自己用原筆 或者用原子筆 勾畫一個線條在那裡 告訴他 那個步驟 那個形象 那個層次應該是怎樣的 我相信這些 一會兒會請教何博士 在香港的學生會不會有機會做到這些 可能沒有的 所以陳其先生得天獨厚 反而是因為他沒有辦法來到香港上課 而他能夠得到這些 所以也這麼說 為什麼陳其先生把這一批自己的學生作品 留了這麼多年 是真的留了 由他年輕的時候一直到他過身為止 你想像一下你中學的功課 你不會留一輩子 就是這樣 為什麼這麼值得 也都出於他這一份的堅持 我們今天才可以看到這批作品 還有我們也希望 將這批作品裡面能夠說到的東西 能夠跟嶺南派有關 因為他會說到用筆 會說到切色 會說到很多嶺南派的可以說是秘技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去細細觀賞 好了 我也都想說一下 為什麼這麼有趣 何博士會跟馬來西亞那邊的陳其先生 或者他的家人會有一些交往 因為連趙老師都沒有見過陳其先生本人 這裡我相信也有很有趣的故事 旁邊我們這裡有一封信 是陳其先生寫給何博士的 如果你想看細細的內容 去到展覽廳那裡 我們也會看到這封信 或者我又將時間交給何博士跟我們分享 我就是1979年跟老師學畫的 我們學了畫兩三年就出動了 去展覽 剛才你聽到館長說 老師在新加坡、馬來亞 他是有影響力的 我們一般同學會去馬來西亞 吉隆坡的雜真莊 我都去過兩次 很多同學都去過兩、三次 在那裡展覽 即是賣畫 錢也會賺到一些 但對我們來說 主要是獲得經驗 我都去過雜真莊 之後老師就說 介紹我去古晉 古晉在哪裏 甚麼地方 甚麼都不知道 後來才知道 原來是婆羅洲的頂部 我又不知道陳其是她的一個銜售學生 因為她沒有說 她說我介紹你去這裏 她說一句很重要的 她說陳其是一個君子 所以我介紹你去 換句話說 陳其如果不是一個好人 她就不會介紹我去 奇怪的是她從來沒見過陳其 即是大家書信 話那些交流 但居然陳其 可以給她一個這麼好的印象 而居然她又可以通過這些通訊 感到她是君子 陳其真的是一個君子 那我去到 她幫幫我好緊要 因為她是很開心見到我 主要是說我是領南派 她是一個實質她可以接觸到的人 即是老師他們只是通訊 老師她都沒見過 現在真的是領南派 有一個弟子走過來 她很開心 我們除了開話戰之外 就聊天 她就拿去答 我沒有想像是有一疊這樣的東西 即是現在展出的一部分 我一看直覺我覺得 哇 不得了 因為她不僅是 老師有改話 鄭老師寫了很多東西在裡面 即是這裏要怎樣 這裏要怎樣 簡直是一本教學的東西 我直覺跟她說 那時候還未有阿唐 還未有鄭官昌 還未有嚴帥先生的昌葉 甚麼都沒有 但我直覺就跟她說 我說這份東西很重要 你留起她 這樣她又有些信 老師的信 我說這些都很重要 你留起她 不要不見 畫展 這裡看到 她幫我開畫展 找人來開幕 那幾天都很開心 帶我去見幾個人 又去電台 又去電台 中間那張 就是她和她的夫人 很有趣的 他們那些人 是比較純樸的 你是不會 即是你很開心 另外一個 我喜歡的地方 你好像去到很多年前的香港 即是香港很多地方 即是我們很小的時候 或者會有少許印象 但已經沒有了 但去到區 原來在那裡可以出現 但畢竟很忙 沒有甚麼時間去玩 因為只有幾天 那就說 她說你們來吧 我帶你去看那些場屋 即是那些土住那些 之後沒有了 回來了 因為她那裡不是那麼容易去 而且回來也有工作 反正是我回來之後 他們就來過香港看過老師 那時候陳其才有機會見到老師 這樣就是 那這份東西 為何會現在去文化博物館呢 後來我們通訊 那時候寫信 那 即是真的沒有時間 抽時間 會再去探望他們 那她就 有一次就是 生日想請我過去 但我又是 沒有去到 之後她就很快不在那裡 很快不在那裡 就是 她博物館跟她 做一個展覽 那她的女兒呢 Helen就寫信 叫我去 那我第一次見她的女兒 就是我過去 第一次見她的家人 再見她的陳太太 那之後呢 那我就問 Helen 我說 你爸爸那時候 那些畫稿有沒有留下 那Helen真的很乖 拿出來給我看 那些信就失散了一些 那我說 那你這份東西 你好好地保留它 我看看我們 就是我覺得這份東西很有價值 那時候 就跟 鄭館長熟了 拿回來第一件事 就跟鄭館長說起 有這批東西 她馬上去做 去怎樣計劃 然後我想去 提案和申請 然後Rose 就帶了她的同事 一起過去 拿了這批東西 我說世界上只有一份 的畫稿回來 所以其實 這份東西 得利 都不是容易的 假如她失散了 那就沒有了 還有家人 她老婆的太太就說 捐 但是她也有一兩個兒子 還有一些學生 有些學生就不贊成 但是最後也有家人作主 他們抽起了兩、三張 就真的全部都捐了 那個文化博物館 所以是 都很難得 是不會再有第二份 所以真的很感謝很多前輩 在當中的幫忙 也很感謝陳怡先生 家人 他們這麼慷慨 還有這麼有心 去做一件這麼有意義的事 剛才我們說到 何博士也說 他第一次看到這批作品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震撼呢 如果你還沒看他的展覽 你一會兒一定要上去看看 我在這裡 就抽了一些精華片段出來 給大家欣賞一下 或者是叫做 看看重點在哪 剛才何博士也說過 其中白露 是領南派 也是趙老師的首本名曲 所以他也有教他畫白露 在這張畫上 有很多文字 有說記法的 這裏說的記法是什麼呢 陳奇 他已經畫完這張畫 也是有趣的 他是畫完這張畫 然後再深入地去問老師一些東西 即是說 你看到他的學習精神 有些人可能畫完 哎呀我也覺得很像啦 很好啦 他不是 他是畫完了 然後再把他的問題 告訴老師 所以我覺得 為何趙小黃會覺得 這個學生真是可造之才呢 他說 老師 原畫呢 可不可以留在我那裏 我再畫多一片 畫完一張不夠 再畫多一片 平時老師叫你做功課 做完一張都 算夠了 他再問一個問題 他說 鳥的白粉如何染化 他就畫了出來 畫完再問 染浮瓶 用哪種筆比較適合 多細緻啊 連旁邊的那些浮瓶 可能平時 如果大家有畫畫經驗 就自己點幾點去試一下 就算了 接著 若要提款 簽號 應在哪部分 很關鍵 很多時候大家畫完畫 或者我都見過不少朋友 畫完畫 一簽個名字 簽完之後自己就在搖頭探飾 很關鍵的東西 他用三個問題問完 因為用粉 是領南派的一個秘技來的 或者是最能夠代表領南派其中的技術 好了 趙老師怎麼說 最好先用清水濕紙 然後上粉 咦? 可能趙老師看見他這張畫 可能是未打濕過底 因為他沒有看過趙老師怎麼畫 他只是根據趙老師給他一張畫稿 他傳摩怎麼畫 老師一看 知道問題在哪 先打濕了一張紙 先上粉 因為這樣的粉 就可以去到一些地方 會化開 會滲化出一個效果出來 但是會怎樣 告訴他 要用一個毛毽 先墊在桌上 你不要在桌上畫 或者就這樣墊布置在那裡 為什麼? 因為要浪水 把粉成在那裡 很簡單 就切中問題所在了 接著用筆 怎樣畫浮平 用哪一種筆 又來了 還有嶺南派的獨門武器 三馬筆 還要用舊的三馬筆 點進去 就倉勁有力了 提字 在哪裏呢? 如果你去看這張畫的時候 請你留意這個小小的角落 趙老師自己用原筆 再勾了一張整張畫 舊頭和勾了 提長的提拔在這邊 提短的提拔在這個小角落 很準確 不用多說 自己看完 明白了 是不是一個秘笈? 好了 我們再下去看 我們把這一批的作品 抽了一些精華 特別是能夠找到 趙老師的畫 配對的作品 而做這個展覽 所以我們分了花鳥、瓜果、草叢 人物、動物 四個部分 為畫的主要部分 好 畫瓜果 很生活的題材 那我們領藍人、領藍派 不畫荔枝畫什麼呢? 對不對? 那畫荔枝要怎麼畫呢? 其實很多人如果未學過的話 畫荔枝是覺得很難的 老師怎麼教呢? 他已經畫完了 畫完再問老師 老師再強調一次 步驟不要搞錯 他說 好了 荔枝圈、深、陽、紅 說六個字而已 明白了 那些畫荔枝 那些一圈圈、一圈圈 那些小的圈出來 要用深色的陽光來畫 但是 先做底色 先寫珠紅黃底 用一些珠標色 混合藤黃色 混合了一種紅紅黃黃的顏色 先染上一個底色 中間要留空 然後再加草綠 什麼顏色? 掛了荔枝的顏色 不用多說 你找一個掛了荔枝 看看 馬上明白了 然後在這個顏色上面 才做前面的荔枝圈、深、陽、紅 明白了 步驟清楚 好 畫完果、畫葉 怎麼畫? 葉原來叫排葉 大家沒有留意 不同的葉生長的方法 趙老師一句即講中 你下次買荔枝 不要節省那些葉 買了葉回去看看 一排排出來的葉 好了 嫩的葉要怎麼畫? 嫩的葉就是綠色 不是綠色的 嫩的葉是要用那個綠色 再加一些珠黃色 然後呢 還要在落筆之前 在一個筆尖那裡點點 有混了荔枝 還有有紅色的 一筆而落 那塊葉就有漸變的顏色 出來了 五彩繽紛 是不是清楚了? 又是一個秘技了 好 繼續 動荔枝 剛才我們特意拿的老虎出來 然後這一個老虎的頭部 一個爪 怎麼畫法 畫完再問老師 問老師的順序是怎樣的 不知道陳其他的順序是怎樣的 為什麼他會畫到這麼好呢? 為什麼我們知道這麼好呢? 我們特意在廣州藝博院 問我們的老友記 借回趙小黃老師 一模一樣構圖的一張老虎下來 你在上面就會看到三隻老虎 陳其的 兩隻是趙老師的 借回來那張高清圖像 是跟這個一模一樣的 你可以對比 那老師會說那個次序是怎樣的 大家上去可以慢慢看 掌握一下 怎樣畫層次 為什麼老虎 這樣的層次就出來了 不過你也要佩服陳其的一件事 他在未清楚之前 他可以已經畫到這樣 我相信他會有一個西畫的功底給他 是給他一個很好的造型能力 還有他對於色彩 對於層次的理解 他已經揣摩得七八八了 所以再加上老師的秘笈 他就可以真是突飛猛進了 好 接著是草叢 畫草叢真的是嶺南派的絕活 由隔山派開始 已經做了很多功夫 還有還有一件事 陳其經常在他的畫裡面 筆記裡面會問 老師這些是什麼花 這些是什麼蟲 其實老實說 對我們現代人來說 都一樣 我一直做的時候 都在問這些是什麼花 是什麼蟲 趙雪昂很厲害 很好的 他會提醒他 這個叫龍船花 又叫山丹 好厲害 好像一個植物學家一樣 所以你又看看 趙雪昂老師的畫室裡面 有很多蟲的標本 有很多名字 那怎樣畫樹枝 怎樣做 那隻蟲叫什麼名字 這些全部 他都會告訴陳其 因為陳其 畢竟他不在廣州長大 也不在香港長大 很多我們嶺南地方 常見的花 他是沒見過的 在那邊可能他見過很多花 趙老師都可能沒見過 剛剛因為我們都很好 好 有一位畫家的朋友 阿莫一點先生 其實他年輕的時候 他走訪過很多近現代的書畫名家 做了很多訪問 也有機會他拍了影片 這次很開心 問他借到一段片段 看到趙老師的絕活怎樣畫善 借這個機會 在這裡給大家欣賞一下 將來有機會如果這部影片我們展輯好 以及整理好一些播放的制式之後 長遠地我們會在原汁原味 全集會在展覽廳播放 將來大家來到的時候有機會再看 也很感謝某一點先生給我們一個珍貴的資料 讓我們 請教老師的花鳥草叢作品當中 最喜爱画蝉 因为蝉不杀生 以饮露水维持生命 赵老师借蝉清高淡泊的情操 来抒发自己的情怀 赵老师画蝉 由眼睛画起 之后勾出头、颈、背部 再用墨画蝉的腹背 赵老师画画的时候 轻松随意 经常一边揮蝉 一边和在场的朋友学生 谭笑风生揮灑自如 画完蝉的身体部分之后 他用羊豪点淡蜜 画蝉的翅膀 然后用珠黄蜜 画蝉的腹部 后一边揮蝉的手 葉根筆簡潔有力地剝出翅膀上的幽紋 再用心脈點出翅膀上的斑點 來加強蟬翼的立體感 畫蟬最重要的是將蟬翼畫得薄、畫得透明 所謂薄如蟬翼 正是畫蟬的重要秘訣 到了小心翼翼畫竹梳的時候了 畫蟬的竹梳很重要 竹梳的線條要畫得有力、畫得細緻 才能夠表現出蟬的形態和神韻 之後要頓挫有力地畫出蟬的竹爪 畫完蟬的竹爪之後 一隻栩栩如生的蟬就呈現在我們面前 大家看到嗎?趙老師一直畫不單止譚少豐生 其實一直在轉張紙 很多時候大家畫的時候可能就這樣坐著畫 其實畫家是很活的 他會站起來看看不同的角度 我們剛才也看了一些資料 陳其先生就沒有機會看過剛才這麼鮮活的表演 不過何鳳蓮博士他們就很有福 他們上課的時候就可以看到這麼鮮活的一個示範 當年其實在香港領南藝院上課的時候 那時候的情況又不知道是怎樣的呢? 可以請賀博士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我去跟老師學的時候已經是在太子道 以前他那裡我就沒有去過 我去跟老師學的時候應該是領南藝院的學習的高峰時間 我們上班的那些是在星期二晚上七點到九點去學習的 現在只不過是一部份 很多時候你看那張桌子 就圍著那張桌子坐滿人 之後那些慈禮那些就要站著了 可以站著很多人 在一個不是很大的畫室 是站著很多人 那他那些學生 就是各式人等都有 就是有些醫生、律師、教師 也有些是很喜歡畫的畫家 甚至有個很出名的文字學家 馬國權 他已經很有名的了 他一樣坐在那裡跟老師學畫 通常我們學畫就是要找位 老師左手邊的位是最好的 早去你才能坐得到 遲去就坐不了 因為那個位看得最清楚 我坐的位都坐了幾年了 有時候有些額外收穫 譬如說他的大弟子 歐浩年 教授來 我們有機會看到他 我們跟老師聊天 甚至有時揮灑兩筆 這些是額外收穫 譬如我們又看到胡怡基 在這個畫室裡 我們是看到很多人物和同學 雖然人多 但是老師不亂 他第一個步驟就是 你們交了功課 他看完畫稿 看完畫稿 就是有些什麼 他就在那張紙上改 那你就看到他改 然後他會跟你說 你們留起這些畫稿 第一 當人們要研究我的東西的時候 這些就很重要了 然後他改了畫之後 他很記性 有些同學 譬如他有一件事 特別畫得不好 他就會指著你 給你 那你的同學就站起來 站起來就看著他 譬如我講譬如 他畫玫瑰花 或者他畫得不好 那老師 他很記性 他改了這麼多畫稿 之後他會記得誰 他特意為這個同學 寫一個玫瑰花 不會每個人都會寫一張稿給你的 有些是寫得 即是他覺得可以幫你 重新再示範給你 那些就是盡量做 因為有很多學生 真的有很多學生 做不到的那些 他們就拿舊稿 事實上我們在那兩個小時 是非常得益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老師寫 即是看到他改 看到他做成怎樣 哪裡要改 然後老師再重新再做 那麼得益是不止兩個小時 如果你是譬如陳奇那些 他沒得看的 但是他為什麼都寫得這麼好呢 我想他是很用心去揣摩 而且在他的心裡 是很尊重趙雪昂老師 因為他給我那封信 後來我再問他 他說老師那時候 他就聽過老師的名字 然後後來有機會就跟老師學 他說他已經是很大名的了 而且我們得到他的片然隻字 都覺得很寶貴 所以這次陳奇有幾個月 跟到老師這樣學咸壽 所以他真的是 給了很多心機去學 老師就跟我們都說過一句話 老師都相當多 涵素學生 他就有時見到 譬如我們這些 對著他的 都做得不太好 他就會說 失諸易得諸難 即是說你們現在這麼容易跟我學 你們沒有給了很多心機 但是我可以用陳奇的例子 他這麼艱難在這麼遠 是沒有機會看到老師畫畫的 待會如果你們沒有看過展覽 就盡量去看 他是那些筆 慢慢做得很好 他就得諸難 是因為難 所以他要成功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經常記住的 即是要花很多心機去學才行 其實陳奇先生 他不單止沒有機會看過趙老師 他親身的畫畫 而且領南派裡面也很強調寫生 不過很可惜 這次那批作品主要都是淋霧 但是我們也想借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說一下 即是領南派他們怎樣著重寫生 而趙老師在他過去的一些文章 或者在他每一次去不同的地方辦畫展的時候 他都珍惜很多機會去寫生 這張照片是50年代的時候 他去到歐洲的時候 在意大利那裡 他不單是去旅遊 他一樣帶著本束寫寶 不斷去寫生 我們以前也做過一個展覽叫做法 入不端 其實就是輯錄了趙老師寫生稿的 或者我將時間交給鄭館長 讓他幫大家去介紹一下 剛才何芳樹和Raymond都說了 老師學畫的情況和特色 我們要補充一張照片 我想這張是比剛才看到的 比較早年一些 你見到穿著長衫的女士 圍著老師學畫 這張是比較早年一些 其實老師的畫室領南藝院 設在太子道 他之前設在哪些地方 曾經在深水埗、百家事街 然後才去到太子道 因為跟趙老師學的人 即是他來了香港四、八年 接著就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不斷地有學生說要去學畫 多得很重要 那時候記得趙世光先生 曾經幫老師編過 趙世光先生是一個大弟子 亦跟胡宇基先生 在香港比較早的時候 進入了老師的門下學畫 幫老師編過一個同學錄 那裏面能夠有照片 可以做到有百多位 不是很多年都做了 只是做了少許 那你開想完之 那時候跟趙老師學畫的人 真的很多 所以老師就去一些大一點的地方 去了太子道 就設了個領南藝院 那繼續 圖上面見到 比較古色古香一些 應該可能是較早年代 可能來了香港不太久 或者是五零年代 然後看到老師的年紀比較大 可能是七十年代 也可能是 有不同的樣子 而且看到真的 是為了看到前面的藍寺 一圈、兩圈地跟老師學畫 那老師站在這裏 介紹他的作品和示範 小一點的兩張 比較早一點 是黃黃的那張 之前剛才Raymond也有說過 那些招生的單章 那這張單章 我覺得還有一樣 可以補充的就是 它是加上電板的 加上電板 那老師其實是懂得 用電板做印刷 其實是懂得設計的 如何編一本書 他是很有心得的 亦都可以教人的 那另外一張 是比較後來一點的 剛才Raymond也有說過 那我就不說了 當時有些學生來 剛才提到過 趙世光先生 胡宇基先生 黃女生 還有一位後來的 就是方兆倫女士 他是陳方干生的 是先章相片裏面 是陳方干生女士 他的媽媽 方兆倫 都是老師的學生 那你可以想像到 其實那時候 跟老師的學生裏面 很多都不是泛泛之輩 還有他們都在 後來自己的藝術老徒上面 都有很多結出的成就 亦都因爲這樣 是將領南派 趙老師的藝術 帶到到世界各地 譬如說 胡宇基先生 在美國 黃女生先生 在台灣 方兆倫老師 在香港 亦都有在外國 另外還有一些學生 有些名字 我也忘記了 有些在澳洲 有些在加拿大 劉允恆先生 翁真瑜 他們都在不同世界各地 對於傳播 趙老師的藝術 對於領南派的推動 不是現在 外國人認識領南派 其實就是趙老師的風格 一說到領南派 他們的印象 其實是趙老師的風格 所以我們在藝術史的研究角度 也就是說 領南派的傳承 由高健庫的疾風陳樹人 透過第二代的弟子 來到香港 而怎樣再向他推出去呢 其實有一個主力 當時的主力 是趙老師 你會說 其他其實還有很多領南弟子 第二代的 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 他們沒有辦法 可以這麼容易去到外地 所以相對來說 趙老師扮演的角色 在那個時候 是相當重要的 能夠將領南派第二代 那個藝術的承傳 推到世界各地 因為時間關係 以及這次主要講的題目 都不是關於老師外遊的事情 其實博物館裡面 得到趙老師的家人 捐了一些相片 我們看到趙老師 在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 去到八十年代 有很多照片 看到他很多示範 很多展覽 都是人山人海 所以他的名字真的很大 而且很國際化 現在看到有一本寫生冊 為什麼我選擇這張照片呢? 因為這張照片 老師正正拿著這張寫生寶 我覺得比較難得 所以我就選了這本 文化博物館 收到趙老師的寫生 數量其實只是很少部分 因為趙老師經歷過大戰 來到香港其實有的已經不多了 很多都沒辦法來到香港 大概是我們收到寫生的頁數 來計劃就有八百多張 另外有一部分應該是去了廣州 由趙老師的家人 捐了去廣州 那個寫生有三十一本 年代跨度很遠 最早那些是在二十年代 去到八七年 有年份看到是八七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趙老師其實一直都有寫生 而他寫生的時候 有很多題材 花料必然有 草叢 而花位的內容 我們現在看到寫生策略分析 可能有六七十種之多 有一些是特別集中的題目 比如說何花 剛才提過何花那張畫 老師之前做過很多研習的功夫 做了很多基礎的功夫 然後才去做他的話題 然後做一些大型的作品 巴椒 另外就是樹 老師畫了很多樹 還有玫瑰花 我現在再下面給大家看 老師在四八年之前 其實有一段時間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旅程 就是在中國西南的地方 這裡看到這個就是 俄眉 這張作品是六一年的時候的作品 但是那個寫生很幸運 我們看到這張寫生 其實正正就是這張畫 可以比對 這些作品 我們盡量可以找出來的 其實也不多 這一張是比較幸運的 這張畫 應該就不是在我們文化博物館 在哪裏呢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記得我曾經做展覽的時候 曾經借過這張畫回來 在哪個床家裡 我就不方便公開了 因為這張作品 我一直都很希望能夠再見到 但現在都圓坑一面 看到畫上是藍色的氣氛 是壁納千尺 把俄眉的氣勢畫出來 用色真的很漂亮 有一點雪景的感覺 西南那裏的旅程 其實對於趙老師很重要 因為跟著老師畫很多的作品 都是在那個時候的寫生稿裏面走出來的 那個構圖 甚至乎是有些可以比對 那除了這張之外 我們都還可以找到一些 我們將來有機會 就可能要再做展覽的時候 讓大家多看一點 五一年的時候 老師就去過日本 老師是很喜歡去旅遊的 因為畫畫的人都知道 除了是臨畫之外 親身觀察大自然 去體會是很重要的 老師曾經去過日本的時候 他對日本的旅程 留下的印象是相當深的 下面看到這一張寫生 或者是 我自己覺得 它其實本身是一張很完整的作品 上面有些提示 是講到當時的感受 以及對那個景色的那種心情 看到跟相片 他有拍照 很特別 既然有相機拍照 就可以留下那個構圖 為何要寫生呢 其實畫畫的人都會知道 你不用手 連著腦 連著心去寫生的話 你只不過只有一個模樣 你不是進去心裡 如果你沒有用那個感情題去裡面 你不會記得這張寫 老師我覺得 他在那個時候 因為可能沒有畫材 沒有畫具 用寫生報 做一張作品的心態去做 而且做的時候 已經在想 可能會將它變成一張大的作品 不過很可惜 我就未見到這張作品 是變成一張大型的作品 在日本這個旅程裡 他亦有去到日光相跟 當時日光相跟 在日本和香港人的心目中 都是一個很熱門的旅遊地點 老師又去到日本 他是為了擺展覽 順便去了這些地方遊覽 看到他用了很多時間去寫生 其中有一張寫生 我們現在看到這張 下面的一張 是在日光的鄰王寺三佛堂寫的 他離開日光的時候 只剩下30分鐘的時間 不斷地做寫生 看到這棵古柏 古樹 就做了一個寫生局 當時是51年 然後有一天 他再檢檢自己的寫生寶 還有可能是為了預備 做了一個展覽 就是62年的展覽 於是他看到這張寫生 他又勾起了 就做了現在看到這張 松樹的一張作品 但很有趣 這張松樹的作品 你見到是松樹 但其實他的稿 其實不是 他的稿 其實是一棵秋英 是因為秋天的時分 他去日本的時候 所以沒有葉 沒有花 純粹因為形態很漂亮 老師就拿了下來 然後去到十年之後 寧姬一觸 看到這張稿 又勾起很多東西 然後轉變成這張作品 所以陳其先生 他就不太幸運 他只可以搖他去學老師 他沒有機會跟老師寫生 但香港學生不同 他就有機會跟老師寫生 所以得益就有些不同 而且也可以看到老師 如何將寫生覺 而演變成作品 我這裡再有一張 也是一張寫生 在比較大張那些 就是一個 昂平的法華塔 看到他寫生的角度 他也有用照片去留下那個紀錄 雖然是這樣 但他做作品的時候 又變成了小小小的 是一張純粹的作品 這張作品在香港藝術館收藏了 應該都是在六二年展覽裡 是一張作品 很明顯看到老師 不是純粹在寫生的時候 看到 就剪輯自然 畫一張畫 而是想回自己 當時的心情 感受 然後再重新再剪輯 這張畫其實很長 是兩米高的 如果你是這張畫 剪輯的時候 或者有些朋友都見過 你是需要擔高頭去看 我猜趙老師當時 就覺得這樣才看到那個氣勢 所以他雖然寫生是這樣剪輯了 但到畫畫的時候 他用了不同的方式去表示 然後把自己的感受 再重新演繹出來 我希望大家明白 趙老師的教學 除了是臨畫之外 其實寫生是非常重要的 亦是令藍牌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這兩張不好意思 事實上是比較蒙的 我們在沙田 這裡都是畫沙田的景象 就是這個忘膚石 老師沒有去外面旅行的時候 就在香港去哪些地方寫生 當時的新界 沙田、元朗、西貢、大埔 他有很多的作品 其實都是環繞了地方 其中有一部分 流了出來的就是 例如說忘膚石 他寫生了 畫了很多張 中間這張 我不知道去哪裏 而比較窄一些直身的那張 就是香港藝術館的藏品 你看到 跟剛才那張畫畫塔 是可以比對成配對的 你看到老師 其實我覺得他去完歐洲之後 他可能來到香港 在香港想著 六月年擺展覽 是一個想法 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純粹用水墨 還有畫香港的景物 而他做了一個寫生稿 他最後採取 不要剛才看到那些橫 他喜歡用植島 植物 植物也是 做老師最重要的創作 大家看到很多花 我就不選擇了這些花 我反而選擇了一些 我們叫做比較大的植物 就是剛才畫了樹 老師很喜歡畫樹 我們看到的稿 我們修傳到的 有六十多張專門是樹 當然他一生人 不僅如此 不過實在沒有辦法 我們可以留到 可以掌握到 看到的就是這小部分 這些是巴椒的寫生 你看到趙老師 畫巴椒不是一幅半幅的 在他人生的歷程裡 他去到不同的地方 看到有巴椒 他又畫了一些 這些巴椒的稿 是在不同的地方 畫出來的 最後就是剛才提過 何博士 這張是一張很重要的作品 如果你記了這張作品 再去看其他中國畫家 你見不到類似 見不到有一個畫家 是畫巴椒 是畫幾棵招樹 可以畫得這麼好 他如何美麗 我就不說了 因為何博士 應該會有些可能補充 但我反而想說的是 這張畫的稿 對於這張畫的完成 的重要性 老師打算畫一張畫的時候 他不是一下子就畫出來 這是一個連瓶 連瓶要畫得好 大家都會知道 有畫畫經驗的 尤其是用這麼濕的畫 要一氣呵成 但你不可能一次過畫得完 你要畫到出來 不覺得有瑕疵是非常難的 你一定要對那個植物很清楚 掌握得很好 然後也做了很多寫生的練習 才能夠把構圖做得這麼妥妥貼貼 最特別的這張畫 就是老師加了一隻小鳥 能夠把一種 打完風 下雨後 有點殘殘的 巴椒的感覺 不密淋漓地畫出來 據說 老師畫這張畫 曾經叫學生 打完風之後 車去成門水塘 想掃射一生 還有感受一下 真的那個巴椒被雨水打完之後 那種清新的感覺 我想他是想捕捉這件事 然後再做這件作品 最後有三張 我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剛才提過 有一些老師的稿寫生 是很早年的 看到這張最小的一張 就是16歲的時候 我想大家的感覺 我就覺得 我也差不多 其實我想帶這張出來 是想給 或者在座一些畫畫的人士 愛好藝術 甚至乎有些是寧藍的弟子 也不一定 其實老師 他雖然是一個大的天才 但他開始 其實跟我們普通人 沒有什麼分別 可能你都畫到這樣的寫生 在16、17歲的時候 不過老師有一點 就是他誤性高 而且他真的很勤力 另外中間那張白白地式 畫了一隻小鳥 這張小鳥 其實就是老師 陪伴了老師 二十多年的一隻石燕 是人家送給他 那隻小鳥年老 死了 那老師就為他寫生 幫他寫生 就像是一個無字名 希望他來生可以得到自由 他還說 把這隻雀鳥 埋葬在花街 即是花槽裏面 其實我想帶這張出來 就是想大家知道 趙老師在寫生的時候 他不是純粹是 把自然看到的東西 copy下來 他是把一個心 是密我兩亡 投注在他要寫的物件上面 第三張其實就是一張餐紙 這張餐紙我猜應該是 老師在美國的地方 那時候在餐廳 隨手拿了一張紙 原來是寫生 上面看到很多英文字 其實我想這張給朋友分享 就是老師很勤力 他寫生之外 他亦是吸收外邊世界的事物 這個應該是他去完博物館 看到外國藝術家 他的生卒年 他的名字 將他記錄下來 我想大家知道 其實老師除了有天分之外 有感情的投注之外 還有超乎常人的努力 然後就有這樣的成就 亦都是給大家分享 好 多謝鄭館長 跟我們分享了 趙老師寫生的一些心得 以及很珍貴地可以 比對到不同的作品 除了寫生之外 其實你看到那些作品裡 很多時候 陳其都會問老師 這些是甚麼花 我們也看到 趙老師一直寫生的時候 他都會記下很多 即是當時他寫生的時地 或者那件物件 你也會看到 在他的畫室裡 有很多參考的資料 其實他也鼓勵同學 他們自己都要認識多些 不是你畫個花出來 你連那個花的名字 連他的結構是怎樣 都做不到的話 你很難做得好 譬如這張作品 他也很多時候會很欣賞 當他做得好的時候 這張陳其的作品 你會看到 他在上面寫上 這個你真的畫得好 你們也可以看看 我亦聽過何博士分享 趙老師的人 代人節物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覺得 為甚麼學生對他的情懷 就算陳其先前還沒見過趙老師 大家從信裡溝通 他都能夠感受到 那個純粹的教誨 所以在他後來那封信裡 他都會再寫下去 幾十年來的教誨 他都還在掛著 譬如其中一樣 就是叫他多寫生 以當地的風景去入畫 他都在提出這件事 或者你何博士 會不會跟他再分享一下 趙老師的代人節物 那方面的一些 你的印象是怎樣的呢? 剛才好像你們說 他是很隨和的人 但他當然 找他的人 探訪他的人 有大觀貴人 也有一些有錢的床家 但也有一些普通的人 好像其中一個是 他不是做表畫的 好像是幫別人 我都不是很清楚 但是幫別人 是擺畫展那些 那他有一次 就拿了一張畫給老師 這樣請老師提 那張畫 我們一看就知道是拍印本 就加色 就表起了他 老師真的提 在一個領域裡提 走了之後 我很多口 我說老師 這張畫 為甚麼你提 這張畫都不是真畫 他說等錢花 我說你等錢花 他說不是他 不是我 是他等錢花 就是他這樣 他都願意做 有另外 有一個是另外一位老師的同學 走來找老師 想他寫一封介紹信去台灣 因為老師在台灣的人脈也是有的 嘉義有歐浩年 黃女生 那時候已經有 寫一封介紹信給他 第二 還送到他出門口 還跟他說 祝你前程萬利 我聽到就是很感動 那個不是你的學生 是你的行家 那些學生 這樣來到 他一樣是 一樣做 一樣做 另外 老師有個表畫師傅 以前表畫是做買賣的 有一次拿了一些畫來 我們禮拜 有很多同學上課 他希望可以做到一些生意 拿了一些畫出來 有些同學眼睛說 哎呀老師這張畫 是假的 每個人都在說 那個表畫師傅經常拿畫來 老師一句聲音都不出 老師 那些同學說 這張畫真的假的 這張畫是假的 老師不出聲 後來同學多說話 他就說 半真半假 這位師傅 他經常來走畫 是假的 還在外面又有客 如果老師說 這張畫是假的 那就對他有影響 但是老師 看到你的同學 都看到那張畫不真 難道他又說這張畫是真嗎 所以他就說 半真半假 我們又做了一輪 真是真假是假 怎麼會半真半假 所以我上課 因為老師為人這麼隨和 那個氣氛是很好的 你看他不會說 很嚴肅 端起臉 或者說兩句又不高興 但是他通常都不是他出聲 但是你們說的話 他是聽完 聽完 還有你們那些人的動靜 他是看完 但是他一般都不會說 所以我覺得 在學畫的時候 是 除了學老師的畫 還有怎樣教人 還學到他怎樣 對人處事 不分的 是一個很 隨和的老師 老師 但是是很厲害的人 很厲害的人 但是是不老的 即是他不會展現出來 我多厲害 我多精靈 不是 但是又不是姦 那隻 是很隨和 是很開心 你跟他學畫 很開心 剛才如果你們細心的話 我們有很多舊的照片裡 你會不斷看到 你現在看到這個場景 其實這個場景 就是太子道的領南藝園 老師過世之後 我們這間館開的時候 是把他很多捐贈的實物 拿過來 你留意一下那張畫桌 剛才在照片裡 包括有幾張照片 直接角度是一模一樣 如果你留意背後那張素描 你也會看到那個層設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 一比一的複製 當中有很多書 有很多物件 在裡面 會不會有些故事 是很值得分享的呢? 譬如某張椅子 誰坐過 何博士 不知道你有沒有一些 有趣的故事在這裡 我來到博物館 看到這個 嘩 我很震驚 這會是真的一樣 尤其是他那個窗 望出去的太子道的景 嘩 我跟鄭館長說 嘩 這麼厲害 連那裡也做得很像 因為他沒有拿西 可以拉了一個簾就看不到 那我簡直是 你可以想回你上課的那種情景 只不過人就沒有了 好像林彥來講 燕子流空 那些人都走了 但是那個地方就在這裡 我個人來說 那裡有一套書 叫《冤鑑淚咸》 綠色的 我自己買了一套 我拿給老師看 老師看了很開心 我立刻跟他買一套 他又放在這裡 這個重塑的畫室有什麼特別呢 他不會故意做得很整齊 他以前的感覺 他就把它做出來 所以我看到這個 我就跟嚴管長說 我說千萬不要拆開 因為老師那個已經沒有了 我說我們要勉懷以前跟老師學的東西 就只有這個地方 即是我們走來雲科保護館 想想那時候 我們學會怎樣 老師又怎樣 然後嚴管長說 你寫信給總管長 以前是叫Chief Curator 那我就回去寫了 寫了一封信 即是把我自己的心聲說出來 寫給總管長 我希望永遠保留這個 即是在趙小學館裡 永遠保留這個畫室 因為沒有別的地方 可以很真實地勾起我們學畫的回憶 你跟老師相處 還有老師在畫室 當然人們看到他 會在客廳寫一圈 通常他們都會走來畫室 大家聊聊 所以很多德國的館長 加拿大館長 包括侯蓄、菲律賓等 全部都在這裡 即是你見到這個館長 就勾起了這些 你見過的人的情況 所以我想因為我寫了一些信 可能這個畫室就會保留 不知道鄭館長 當年你們設置這個 辛苦了 應該很辛苦 應該很辛苦 一個一比一的場景 很辛苦 會不會有些很特別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都很多年前 都想見到 剛才我也有在館長 繼續再看 又見到這個場景 其實做一個博物館 坦白說是不容易的 中間有很多人去幫忙 一來就是趙老師的家人 他們都很大方 即使趙老師未過世之前 因為去做那個印譜的工作 就在這個地方 坐在那張椅子上 把老師的印譜做塔本 趁著開館的時候 就出了一本印譜 在那個時候 我也記得經常有學生上去 即是老師已經去了一份硬教 我們在這裏做事 那些學生都會上去找老師 又或者說要借些什麼 或者借些什麼畫稿 或者是書 都見到很多學生 我記得在接下來的日子裏 做這個關於趙老師的展覽的時候 都很多時候見到 很多趙老師的弟子 趙世光先生、林灰先生 還有很多很多 何博士 都是他們說給我聽的 都是趙老師這個人 是很親和的 他們說趙老師其實就好像 當他們是子女一樣 剛才何博士說了一點 我再說多一點 就是有一個前輩跟我說 趙老師的學生裡 有些有上課 又沒有交學費 一樣照顧 有些是請老師幫忙 介紹工作的 他又做 或者老師知道有發展的機會 他就會推薦一些學生去嘗試 他真的很關顧著那些學生 他們那個 即是無論藝術 甚至乎人生 都是很關懷他們的 所以變成了 在我接下來的日子裏 做譬如說 老師的一些主題展覽 遇到那些學生 他們都忽若如同 給我這種信息 就是老師、先師 是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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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歐漢年教授 他已經是國際很出名的 一提到趙老師的名字 都是很不恭不敬地去提他 可想而知 趙老師除了藝術方面的成就 亦都是他跟學生的相處 得到這麼多外帶 這是我很深的感受 其實兩位都說得很對 很多嶺南的弟子 或者有機會回來看展覽 一看到這個畫室 大家就會很醉悶 很興奮 很多回憶在這裡 不過呢 平時其他觀眾 就會有一些人會告訴我們 我很想看得清楚一點 因為我們只能夠給到一個角度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畫室 都由開館到現在 我們保留在這裡 不過很可惜觀眾 是沒有辦法走進去 所以我們最近 都利用科技的好處 可以讓我們做到一個360 還有我們在裡面 其實這個畫室很有意思 你不要當它是一個陳切 你就當它是 趙蕭昂會話藝術的一個 或者是它的來歷 或者是它的朋友 它的師承在哪裏 它在哪裏拿提材 其實這裡有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都故意把裡面一些重點 譬如那張畫 場上的畫是甚麼 都可以在360裡面 你去到那個位置 鍵入去 那裏有些簡單的資料介紹 也都放大了圖給大家看 希望將來可以再完善一下 不斷不斷可以再加一些新的材料 也方便大家如果不是來到藝術館的海外朋友 無遠分界都可以在網上 一樣可以用到這個360這個功能 那這個也是我們小小的心意 就是回報它的家人這麼好 可以將這個畫室給我們在這裡再現出來 好 那我們其實今天我們多謝兩位 特別多謝何博士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這麼多這麼好的一些回憶 其實我都在資料裏面 見到一條很重要的資料 1988年趙老師在一個訪問裏面 他提了一件事 我們今天說趙老師他花了這麼大的氣力 去推動領牙藝術 其實在他的心裏面 原來有一個心結在這裡 他說我教畫不是純粹我個人出發 我不是為我自己 不是為了收學費 不是為了別人要怎樣去捅我出來 而是說我是反過來 我是要貢獻出來 是要培養中國畫畫的人才 要中國藝術太陽光大 因為他在1953年去英國的時候 他相信應該是 就是這裡寫泰特 就是泰特 在那個博物館裡面 他說他們擁有五萬張世界各地不同的藏畫 他說什麼國家的 美國、法國、意大利、瑞士、印度、日本的 從世紀初到二十世紀都有 獨獨是沒有我們中國的畫家作品 就是在他的心裏面 他是一個心結 他說作為一個中國畫家的心裏面很難受 他說就算大英博物館 我們知道的 就是大家經常常提醒的 都是一張女士針圖 大英博物館有這麼龐大的收藏 他說對他來說是有感觸 所以他下定決心要教學 也不停地繼續教學 所以正正是他這種胸襟 他造就了 他也將中國藝術帶了出去 我們也看到陳其先生一個例子 除了我們說展現陳其先生 當年學畫的一些情況留在這裡之外 其實為甚麼我放到最後才開鼓呢 陳其先生在沙魯瑜古進那邊 其實他後來成為了那邊的藝壇領袖 所以何博士當年去那裡展覽的時候 他幫你籌備 其實就是當時他已經在藝壇裡面 可以動員很多人 很多當地的華僑和當地的藝術團體 我們可以看到1985年的時候 他已經在當地藝術協會 就是他1965年 作為一個小朋友去參加之後 去到1985年的時候 然後已經做了他們的副主席和顧問 去到1994年的時候 再進一步 去到2008年的時候 當地的博物館舉辦了 就是沙瑜第一代的畫家回顧展的時候 還頒了一個終生成就獎給陳其先生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趙少雄先生他推動了領眼藝術 也都成就了更加多 海外的華人藝術家 在他們當地發光發熱 今天我們幾位的分享就到這裡 那麼我們也要留一點時間 看看台下的觀眾會不會有些問題 或者有些東西想跟我們分享一下 很快已經有人舉手了 謝謝兩位嘉賓和主持的精彩分享 令到我們獲益良多 現在是觀眾的問答環節 歡迎現場想問問題的觀眾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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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我本来以为是很难 但看到刚才教师用三言两语 已经将笔法或重要的地方 在文字上教导给陈奇先生 我非常佩服 第二是何博士去当地沙禄月与他们交流时 是否当地对中国的岭南的画坛 是否真的如此热冲 是否有这么多人欣赏呢? 因为中国的岭南派的画传到海外 当时的气氛是怎样的呢? 我想问一下何博士 学画吧 因为我跟老师学了这么久 我想我想回答你这个问题 老师教画 无可否认是有他的心得 他曾经跟我说 他说烂柴我都能够劈 几艰难我都会教你 所以几十年后 我对他说我也记得 他说烂柴我都能够劈 对他来说 教画是没有难度的 那陈奇那个画 他就先寄一张画过去 陈奇就跟着来淋 淋完陈奇有什么问题呢? 就在他自己那张画那里 写来给老师 老师又在他的画那里回答他 换句话说 他是有一个稿去淋的 那些文字就是后期 就是后期他交稿的时候 将他自己的提文寫出来 后期有文字 你说得对 就算我们现在对着老师学 有时也做不到 所以刚才你听到我 福述老师说一句 失诛意 因为你太容易得到 你就会失去 得诛难 因为好像陈奇这么艰难 他不是说现在的 有WhatsApp 有视频 有镜头 那些 他可能天天都看着信箱 看看老师何时有东西 给他 然后他就拿了那张稿 就很用心机地转研 真的很用心机 所以那封信 如果你再看看 他给我95年的信箱 他说的 他真是很有心机去转研 那变了来说 他就是可以 照我们跟老师这样学 我们看他的画 那些筆法 学得很像 但问题的难度就是 没有看过老师做任何事情 完全是他自己看着那些画 来揣摩 那换句话说 就未必是像你刚才所说 用文字去教画 是一样容易 是你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用心去转研 我想陈奇拿了一张画 他就把很多时间放在那里 所以就算我最近博物馆 他们在那里拿一些东西出来 我再看 我也觉得很神奇 真的做得很好的 真的做得好 如果你看着老师做 你做得好 没什么值得 因为他教了你 你能复制 但这个连机会 你看他怎样下筆 都没有 所以就觉得是 是两方面 那他也都 就是老师也就着 应该由 怎样开始 什么稿 到 一路 一路 塌上去 这样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不记住 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主要都是 是 是 交流 交流的情况 其实很奇怪 虽然古晋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但他也很中国化 也开始西化 因为陈奇那些子女 有几个都是去英国读书的 都是满口英文的 但是他也都是 尤其是我们去唐人街 他那个中国那种 即我去唐人街都是最近去 最近跟他们去修画的时候去 他们中国的情感是很浓的 例如你去到庙里 原来很多东西 那些挑花 那些窗 那些门 他们是在中国运过去的 你看到很感动 那有没有竞争呢? 其实我就是在那个 在那个 就是很短的 在那个 因为又要打画子音 又要去什么 那不是太多的机会 看到其他的人 不过我就是 聊天的时候 尤其是后期 再跟他的女儿再见 是其实那个 中国画的人 都是有一种竞争的 那有些人见到陈琦 跟赵少昂 跟着 这么什么 这么厉害 他告诉我 就是后期 这个当然是后期 他的女儿跟我说 他们直接走来 香港跟老师学的 就是换句话说 我邀请过你了 我直接去跟 赵少昂学 是有这样的情况 好 如果现场观众 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多谢大家 今次出席参加 亦都多谢两位嘉宾 和今天的主持 千里密艺赵少昂 与陈琦师生对话展览 现正在一楼赵少昂 艺术馆举行的 观众要把握时机 千万不要错过 今次这么精彩的展览 多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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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